秀林香公所为了做好防疫的措施 在各村村办公室进行广播防疫宣导 每半小时广播器就会用国语泰鲁阁足语来提醒村民们 出门戴口罩请洗手做好防疫 秀林香今天各村都有广播器 而是由各村村办公室进行播放 每个村至少有7到9个广播喇叭在各村每个角落 中央流行疫情中心发布2到3期警戒之后 秀林香公所就开始录制防疫宣导 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村庄是在每个小时的时候会播放一次 同时有国语发声和特有个主意 就是不断的提醒每个村民 最重要为什么要用国语跟母语的广播 因为我希望能够再次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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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族人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定 而且真的不要聚集 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平时早上都会上工前都会聚集一些在路边或是在家里的庭院前聊天 所以为什么透过这次要广播就是一定要再一次提醒他们 所以我们人都是总是忘记 所以在这个部分透过广播真的希望能够达到更大的效益 就是让我们的族人让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康 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部落 对新闻相公署的用心村民则是大大赞许 在这严峻的时刻更需要时时刻刻提醒以达到防疫的措施 面对这个防疫 这次的防疫 那我们基本来讲的话 在我们村民的话都有做到这个防疫的基本动作 你觉得这个效果好不好 还不错 因为也会用那个主语跟他们讲 大家都会防疫 而且来买早餐的都会去签名 戴口罩 买了就回去了 大姐 您也是每天上工时勤洗手吗 一定要 现在一定是一定要勤洗手才会预防我们被感染或种去 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新闻相公署表示 防疫系统作战 每个环节可以说是不得马虎 为了守护新闻相公家园 运用广播区 社群 脸书 同时也在乡境内 38处出入口设置检测站 无非就是用声明来守护美丽的家园 这就终于休想不到 好 好 感谢观看